大家好,欢迎收听RX Radio 中广流行网美的世界 我是节目主持人余美人 您吃饭了吗? 还是您现在正在想中午要吃什么呢? 吃饭呗 那你如果中午外出觅食 你难免会边看手机边过马路 让姐姐拜托一下 手机放着好好过马路 OK 这个我们现在讲了 马路如虎口 它还真是虎口 OK 所以各位请小心 在你找餐厅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好好的看路 因为我们现在讲了一个行人地狱 也让我们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恐慌 还是要自己多小心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 他上了一辈子的警察广播电台 第一次上中国广播电台 很荣幸 很荣幸 这是一个不老的交通顾问 前北市府警察交通大队长 也是我们的分局长 李正光李大哥 李大哥你好 你好 各位亲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您退休之后 李大哥很可爱 我是在选举的时候认识他的 因为他都还在做交通的义务咨询 然后尤其是这两年 祭典的恶法制度 所以让我们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的困扰 所以很多罚单很瞎 那么都请李大哥都做 像我们在选聚会有免费的法律顾问 他是免费的交通罚单顾问 先请李大哥跟大家问个好 谢谢 特别感谢余美人给我们的支持 尤其我们继承车界 交通界 在祭典雕招方面 雕招雕了两万多个招 雕两个月 这司机怎么办 余美人是非常有爱心 特别跳出来 站在总统府前面 还在各大大道里面 替我们司机讲话 终于发令修订了 救了好多司机 是 我讲是是说 我的确有做这件事 但是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 而修改法律呢 我倒不敢如此鞠躬 只是我用比较 这个记者媒体 因为跟媒体对话 要让媒体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司机朋友的困难 会是什么 所以当时他们在凯达格兰大道 抗议的时候呢 我出去帮他们 把他们的意思 更清楚地表达了 没想到那个影片就疯传 对 非常 李大哥我真是 真是受宠若惊 我经常那时候 在路上就有 不管是电车还是自用车 开车窗跟我谢谢 竖大拇指的 只因为我帮他们 把话说清楚而已 那么的确后来 这个事情就给了很大的一个 这个转环的空间 真正修法了 真正修法了 那其实我想 刚好李大哥提到这个事情 我就说一下好了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祭典 12点就吊销执照 吊口两个月 吊口两个月 两次就吊销 对 先吊扣 对不对 那两次就吊销了 那你知道这个 以过去这个法令 12点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你一般人想说 那就是处罚 可是你知道 你的处罚不能超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车子的关系 和计程车司机跟车子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关系 我们是交通工具 它是生财工具 所以你吊销 然后你吊扣跟吊销之后 它失去工作的一个工具 那么宪法保障 人民有工作权 所以呢 这个是一定不可以被侵犯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里面 去替司机说话 然后呢 就说那你应该可以 换其他的处罚方式 而不是用剥夺 工作权的方式 那后来我们就 我其实也很不客气 我那天讲话其实也有点 我讲话是慢 但是我讲话其实还蛮凶的 我说交通部的官员 你们任何一个人 下来开进行车三个月试试看 你三个月开看看 你还能够 你还能够守这个法律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进行车司机 他经常会载到老人小孩 跟肢体困难的人 那有时候他不得已 在那个地方让他下车 或者是说他必须慢 他下车就会慢 他就会超过那个时间 司机就祭典了 所以呢 不是不愿意守法 而是说呢 你这个处罚 是扣了他的身材工具 工作的工具 这是侵犯了宪法 对他的一个保障 真正的问题在台北市 到处红线 对 没有地方上下课 那你不修改 你的交通规划 交通设施 后来我们提出来 就是说每100公尺红线 空出10公尺环线 让民众有地方停 那民众也有地方去等车 对一般民众都一样 所以这个配套措施没有 你6月30号公布 7月1号执行 你一天的宣导期都没有 老板医需要教育 需要宣导 你教他怎么做 那么合法的停车位 临着停车位 给他 他不遵循你再罚他 对 所以呢有时候 我那时候很酸 我就说交通部的官员 你们就在办公室 把法定得很严 你就以为你有在做事吗 的确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这个小老百姓 真的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个地方 你真的说出老百姓的心声 对 我的确是 他说很强 好 我觉得你口才又好 谢谢你 讲得很感动 谢谢 没有因为 因为 我跟你说 输家就是都逃生 要只要满腹冤居 对 只要说我要抗议 我要抗议 抗议什么诉求 要有人 要有一个公怀 这样就对了 所以还好 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机会 但我想问一下这个李大哥 我们现在 我们是中午的时段播出 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的听众 他搞不好是边听收音机 甚至于他早上在经过马路 也惊险过 或者是他正在过马路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请这个李警官来跟我们说 但是在说之前 有关于行人地狱这个主题 之前我们还先看看 这个15岁的内湖的这个真姓少年 他是趁着他阿公 外公出国 偷偷无照驾驶 外公的车子 出去找朋友 然后呢 在行经东湖市场的时候呢 酿成了三死二伤的严重车祸 各位 三死二伤 他就是一句新闻的标题 三死二伤 可是对这三死二伤的家庭来讲 这个标题就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身上 而那种遗憾跟那种痛苦 跟那种失去家人 而且是这样子的 失去家人的那种愤怒 悲愤 那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那现在大家在问了 目前尚未厘清祖父 是否同意少年用车 所以用证人传唤他的祖父 那他祖父回来之后就喊冤 他说我们真的都有把那个钥匙藏好 我觉得很奇怪 这是什么叫做钥匙藏好 那必须说各位 他是无照驾驶 我们过去都在酒驾呢 定了非常的严 但是我这边有个数字呢 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过去呢 我们每一年的无照驾驶 每年呢 造成的是六万人的死跟伤 是酒驾的六倍 可是你看 酒驾是刑法很严重的 的确 像这个未成年用无照驾驶 我说 我说句不客气也不舒服的话 他会有什么事 他未成年 法律上无从追究的小朋友 无从追究 而且家长也不用追究 我们家人就白白给你弄死 这些悲剧太多了 所以无照驾驶这件事情 也是我觉得 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正视的这个事情 无照驾驶怎么那么轻 我必须从我40年的交通警察的经验 感受 讲出一句话 我们的交通教育真的要加强 这小朋友15岁 他在学校有受到交通教育吗 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 你从小到现在 你什么时候受过交通安全教育 小学没有 初中没有 高中没有 大学社会教育 有吗 考驾驶的时候 考驾到18号考 是怎么去考 去 临时去买 那个驾驯班 教练厂 那些建议单位 临时恶补一个礼拜 背那个条文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高中 高三 17岁 16岁 就是高一 156岁 就跟他那种交通教育 我觉得要更早 因为他 你看增加素材 那14岁就买车 开始 从小 尤其是家庭教育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这个李警官 他真的是已经退休 但退而不休 一直在对做交通教育 跟这个交通的这个常识 还有法规的一个研究跟推广 那么刚才李大哥有讲 就是说我们的交通教育 没有从小扎根 尤其是行人地狱 这件事情 我 是你传给我的影片 还是我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影片 我非常感动 是从 从日本传来 日本的一个影片 你传来 日本小学 对 没有教育多成 对 就是 来我跟各位描述一下 日本的小学 他们大概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县 但是呢 他们是这样子 所有的小学 就是集合 小学生集合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官方呢 就请了特技演员 然后呢 就把小孩带到这个特技 展演场 OK 展演什么呢 展演说 你过马路 没有小心的话呢 车子过来呢 你会怎么 怎么个撞飞 然后那个特技演员 就真的飞起来 所以每个小孩 每个小孩 就非常的惊讶 真的是吓到 他才知道说 他过马路的时候 要多小心 其实这个部分 在日本的小学教育是有 所以他们小孩 过马路的时候 都会举手 对 这个非常漂亮 都会举手 好 台湾应该退动 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的小学的 这个交通教育 有没有做 那如果我们 这个没有好好的 从这个交通教育 来做的话呢 其实等到他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还有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交通道路的设计 我真的也是外行 但是我有时候 觉得那个设计 是有问题的 真的有问题 还有现在 停留在40年前 对 然后再来 就是说你重新 这就是我 我因为在地方跑 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将来 万华有机会 这个都更的时候 不能像现在这样都更 他必须有都市计划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万华的老人呢 是20% 目前全去年以前 就已经到24% 是65岁以上老人 所以万华 还有一种交通工具 是很特别的 就是那个老人的 那个电动三轮车 我跟你讲 他们很棒的地方 是他们已经 在生活磨练出 他知道什么路段 有坡 他可以上去 什么路段 他可以下来 是没有考虑到 他们的这个 这个交通工具的 一个道路的一个使用 还有就是说 其实再来 我们现在全世界 我看在西班牙 他们也是非常的先进 他就很清楚知道说 你这红绿灯 全部可以用AI 用监控 知道说 什么时候秒数 要怎么处理 然后到下一个路口 怎么处理 他全部可以用监控的方式 让这个车子 可以调配出来 所以我们有 这么好的一个工具 但是为什么 没有人有想象力 我甚至于讲的不客气 交通部 你岁了四十年了 警察在路上 以辛苦的执法 每年车祸死亡三千人 三残五十万 这破坏了一百万家庭的幸福 交通部 当你有 受到社会舆论指责 就一道命令 警察加弹取缔 我警察是最后一道反线 你交通教育 请问各位听众朋友 你的感觉交通教育应该是交通部负责 还是教育部负责 谁懂的教育 从小就教育 教育不听了 再来处罚 那这个当中 就像郁杰刚讲的 交通工程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当警察的时候 行人过马路 不走路桥 不走地下道 我要处罚 现在因为 说行人 上路桥 爬不上去 地下道走不下去 又危险 又去扶你 所以把行人路桥 安全到 那个地下道 全部拆掉了 那拆掉了 补救呢 就划 马路再多划 行人穿越道 我问你行人 他划了 行人不走的话 怎么办 就造成车子 跟人的交织 所以我们的捷运 做得那么好 每个捷运 甚至有路口 出口 有七八个 我们的路桥 我们的地下人行道 把它改成首付式的 就是让我们 明年就是超高年龄了 我们的银法族 非常多 怎么替他们考虑 他们怎么安全的 能够翻遍的过马路 用扶梯嘛 就像我们那个 捷运 捷运部都是扶梯嘛 老人也翻遍 甚至有电梯 轮椅都翻遍 我们教育部 拜托 习行好 替老人着想来 你也会老 怎么样让行人翻遍 他就错开 然后他肢体不翻遍 给他扶梯 电部就给他做 让他上去 上去 这个又跟策略分开 让工程来改善 比用人来逼 强化来的有效多 拜托教育部 拜托交通部 对 两个部都要拜托 这真的是 银法族实在来了 老人占的比例相当高 三千跟十万里面 三分之一是老人 小朋友 真的值得 我们来救赎小朋友 救赎我们下一代 因为他们 过马路最危险 对 对不对 而且事实上呢 我们不是只有说银法族 你说像现在 李大哥我说实在 现在有那个天桥 我就走到下一个路口 那个天桥 我爬上去下来 我真的很喘 的确 对不对 而且你要知道 本国现在 在两个半月 我们走在路上 两个人就有一个 是四十五岁以上 目前是两个人 有一个四十岁以上 再三个月 好不好 差不多接近三个月 就有两个人 有一个四十五岁以上 好不好 像你说 这个您的特主不算 我们这边四个人 两个工作人员 跟我们两个人 就是两个超过 四十五岁以上 好不好 还好这两个够年轻 不然我们一屋子 都超过四十五岁以上 也就是说 跟国民的这个 年龄的比例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预估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我们国家会面临到什么 对不对 所以没有跟得上去 那我也不客气的 讲一句话 我最近看立法院 在咨询的时候 你如果把这么重要的 部会首长 都拿来用仇庸 只用自己人的话 这怎么能做事 第一个 我如果是交通部 一辈子在交通部的人 我说实在 我会看不起 哦 哦嘛 因为你是外行指导内行 对 然后呢 你们就是铁打了 衙门流水的关 你们换一任政府 就换一个 然后呢 等他搞懂的时候呢 他已经升官了 或者他已经 他已经下台了 那这个 这怎么能够 为什么不从 原来的部会里面 不错的人 提升上来做部长 他不是比较懂吗 才有激励作用 对 不是激励作用 他在这个行业 劲得懂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就后话了 这个 我一直希望我们 韦彤给我一个时间 每个礼拜 给我一个时间 让我一吐胸中快乐 我一吐胸中快乐 我一吐快乐 就是我一吐几万了 好吗 那回到这个 行人地狱来讲 问一下目前这个李大哥 您看到的 我们先从两个部分 行人的部分 待会讲 就是驾驶人的部分 他的困难是什么 还有他的这个 就不能多一点提醒吗 我想 我想大家想问的是这个 事实上 驾驶朋友也都知道 在行人穿越到 转到行人 转死行人 他负很大的责任 甚至也知道 很不平等说 为什么行人闯红灯 被我转到 还要我负责 法的问题 那么 我容许我 借这个机会 来宣导一下 为什么行人闯红灯 车子也要停转 这是法规规定的 人道主义 你明明看到人 然后你转到他 就算法律不处罚你 你不会难过吗 我转死行人 我一辈子心里 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 站在人道主义 这法规的规定 是什么 地弯条款 并不是地弯 它是人道条款 每一个法规规定是 因行人穿越到 你就是必须 减速迈行 欲有行人通过 你就暂停离战 家族朋友 你经过路口 减速 你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欲有行人 你暂停离战他 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决定做得到 你就是疏忽不小心 或者行人 就算行人 滑手机 不小心看公司 赶他船跑过去 你也来得及 杀车 来得及停 而你不停 去转到他 这叫你负责任 你说你 你不服 你也会走路 你也有心 当行人的一天 大家互相爱护大家 一条生命 就算闯红灯 你就把转死 不可以 于心不忍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现场 是我们的这个李警官 李正光李警官 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刚刚特别讲的是 驾驶人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讲行人 对不对 前一阵子有个什么 就是行人 走得像皇帝一样 有没有 那那个叫做 自作你也不可活 为什么 人家李 这是互相的 他李让 我们也要快速通过 不是 对对对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挑战 拿自己的命去挑战 你是赚到什么 对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 这么气定神弦的 那个过马路 然后呢 你 你的想象是什么 我不知道 有什么 这有什么好张扬的 我觉得 在行人方面 你是弱者 你更要保护自己 对 学习 成群结队的过马路 到路口 遇到红绿灯 你看绿灯 刚按亮 大概有60秒时间 或30秒以上 你来得及过去 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 你的反应慢了 你不要还想 五六十岁 七十岁 还想 三四十岁 那个体力 你过马路 剩下15秒 你决定来不及过去 你用跑 也不一定来得及 在这跑了 冲出危险 灯变的话 车子冲出来 有一次机车 不看两边的 看前面的耗子 看两边 绿灯变换 它就冲了 灯号变换的时候 是车祸率 发生最高的时候 你不要把自己 陷入困境 我零和等下一次 绿灯 一次绿灯 顶多30秒 40秒 看了剩下15秒 我就停下来 我等了十四几秒 就变绿灯了 用这种观念 对 保护自己 其实有个测试 就是以前为了 测试说 我们的肌耐力 跟肌肉流失 有个测试 就是量你的小肚 小腿肚围 女生如果低于32 的话 就是你的肌肉 在流失 还有一个 就是你五秒钟 能够走几步 这可以测试的 对 对不对 所以你用眼睛看 就知道 五秒钟 只能走八步 那如果 看到现在 剩15秒 你就知道 你可以走几步 而这个距离 就是多少步 其实自己 自己 要有点电量 对不对 提倡自己 年轻的时候 体力 肥 跟年纪大了 你要学习变老 学习保护自己 是 我想刚才 李大哥讲得很好 我是比较那种 愤青的问法 你是怎样 这个拿自己的 拿自己的身体 去挑战这个法规吗 不是啦 是 以在路上来讲 他是剃包肉 你是只剃肉 对吗 对 你这样笑容 是谁较输 绝对是你输输 对不对 你要用肉身 去这样处罚 还是去教导 这个驾驶人 你也太伟大了吧 好不好 那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 要有点体谅 我以前过红绿灯 有没有 我都很习惯 就站在那斑马线 我都退到 我现在都知道 要退到人行道 对 因为那个拐弯 有时候 内轮叉 对 那叫内轮叉 对呀 前轮过去后轮压 对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都乖乖的 那还有你说 要最好成群结队的过 对 为什么 所谓的成群结队 就是在红灯的时候 大家要等 对 等那有五六个七八个 一起过去 而不是你单独一个两个跑 因为这样子目标大 对 人家会停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真的要建议 学习日本的小朋友 过马路过路口 八马线 你举手 你做得到 决定做得到 你手举起来 实际就看 看得很明显 就会让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 边听耳机 边听我们的节目 你现在正在过马路 你举手看看 一定会来问你 你怎么了 在台湾刚刚推动的时候 发生车祸 为什么 计刃车以为 你要在招计计刃车 手一举计刃车 又过来 所以我加强教育 把这种养成的习惯 日本从小学开始 过马路就举手 那时速开车一看到 从小长大 就习惯养成了 我还是 我还觉得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学 都有那个导户妈妈 或者是那个志工 像我在万华 综艺国小里面 有一个卖 卖那个雨鞋的 卖鞋子的一个阿伯 他执行这个任务 将近快要五十 四十几年 导户妈妈 导户阿伯 导户阿伯 那他以前呢 我说你这样子执行 不会累吗 他说还好 我就习惯 因为那路口 就在他的店的 傅旁边而已 所以他中午 他就出来那个导户 我说那你这样 要站很久 他说 以前站比较久 现在站二十分钟 就没有学生了 为什么 少子话 他以前都要站很久 学生少 连学校都关了 那我说 那因为有你们 这样保护孩子 然后他也想 他说 他孩子现在走路 都不在看路 所以我们不出来不行 好了 我就在想说 那为什么现在孩子 走路不看路 因为都有导户 所以我就是被 保护很好 然后呢 然后所有人都会停 所以他以为 其他的路口也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把小孩 保护得太好 会不会也是让他 失去这个能力 所以有时候 这个交通教育 一定要从小学 开始推广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一个呼吁 好不好 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在传到群组里面 我们跟听众 有群组吧 没有吗 我们有FB吧 有 我穿到FB里面那个影片 大家去点去看 好不好 因为你就知道 那个 那个不要讲说 对小学 对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哦 我刚刚你看完那个 模拟跟那个 特技表演员的示范之后 你大概 你最后可以动半年 你会很乖 OK 那另外一个 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说 行人地狱这件事情呢 一直在喊 一直在喊 可是呢 它还是一直在发生 那 目前有行人地狱 酒驾了 还有最近这个15岁少年的 这个无照驾驶 有没有 这个在法则上面 是怎么分配的 这个我倒要提醒大家 法则是执法人在执行 但是法则的本身的立法 谁来说 我不客气的讲 我们所有的交通委员 就是立法院的交通委员 有随时交通专家 以前是有职业团体 选出来的交通立委 现在是选三立委 在地分抽签半年 你交通 它是外交 它是卫生 所选出来的立委 它是抽签抽到的 它并不懂交通 它怎么去立 对交通有帮助的 真的能够让民众 受到法规的保护 安全的 我记得您在 搬满司机的时候 很多司机在呼吁 我们需要交通立委 我们需要交通立委 因为人去拜托 来帮忙我们 真的心生 你真的要替司机讲话 真的替我们广大的新人 广大的老百姓 来修一些 好的交通法规 我义务当理顾问 40年的交通经验 这个人是刚回国吗 他不知道我选输了吗 他不知道我落选了吗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这个你有好好过马路吗 买饭买菜 在寻找你的午餐要吃什么 一定要小心交通 好不好 那今天请到的是 不老交通顾问 前北市府警察 交通大队长 还有分局长李正光 李大哥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李大哥 我知道那个时候 在那个 你也帮我做很多义务的 那个交通顾问了 有选民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来问你 有关于执法 然后民众受到罚单这件事情上 你处理太多了 那今天就特别用 所谓的科技执法 这件事情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不好 科技含量在哪里 科技执法是因为警力不够 利用科技的方法来采证 来处罚违规的 但是先决条件 你这科技执法 谁在设计 超速被罚得非常多 那台北市有超速取缔 第一名的入口 一年取缔几万件 标表白出来你执法很严重 警察很认真 真的不对 罚多了不是绩效 这样这超速的没有才是绩效 不是车祸违规罚单 都表示你的业绩 是都没有罚单了 老板鞋都很守法 交通很安全 至少是交通的目的 交通管理的目的 宣导执行 处罚 处罚是最后一道 现在的叫科技执法 我最头痛 最三老街 谁定的速度 驾驶朋友 你现在开车 会开速度 其实你认为很快吗 60 50 40 你认为 你的速率表准是多少 现在的科技执法定40 40公里 每一个驾驶朋友 七千九没踩 起码50 多少数 你就定40 然后再照相来取缔 你要把警察 开着警车去开 去测试 这条道路到底可以开多少 高速公路为什么要开 是因为平面车道堵 所以才开高速公路 速度慢就安全 你高速公路也规定40 不就安全吗 那一般道路规定20 安不安全 决定安全 那不是目的 交通建设的目的是 快又安全 制裁的规划者 该去动脑筋的 60公里的时速 你限着它40 然后超50 你就罚了 这没有道理 那他科技 他科技执法 他一定用科技的方法 算出这个路段要多少 科技执法是用科技来感应 你的车子40公里 就定在40 超过10 他就拍照了 不是嘛 那这个叫科技 现在今天问的是40是谁定的 现在就是交通部 市区本来就慢一点 保障行人 大哥 是没错 但是真的很多的道路 你只有开40吗 不太可能 40上 每个轿程 文心自问 你上了车 在路上都开40吗 不可能的是 警车都不可能 开40 你把测速 测出来 真的标准的时速 然后定 请问你 你开了那么多超速的法单 有几件车祸 既然这些都七八十 然后开了都没有车祸 那表示他七八十是容许的 是他安全数据 而不是超速 标准用务实的来定 去测试来定 这才符合事实的需要 消灵法规 四十年 你修订了多少 我八十年 当交通大理长 机车十万 每年三千 我去推动安全帽 被打了一塌糊涂 为什么 说我在促销安全帽 土力厂商 我跟厂商挂钩 土力厂商 我昨天在 赤季 垃圾回收 那个回收的那个 那个爱心妈妈 你就是李大队长 感谢你 你救了我两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都骑摩托车 都不带 你骂了以后他带了 结果发热车 我安全帽破了 我孩子好好的 安全帽擦伤了 我儿子好好的 感谢你是菩萨 他说我是赤季菩萨 所以我不敢 我只是在救人 把我的尝试 把我的经验 提供大家参考 来多一些交通尝试 来多救一些 这些歧视 多保障给家里幸福 我们的安全帽 已经推广二十几年 快三十年了 82年 82年 推动86年 开始有发车 对 然后呢 以前的很多那种 积水损伤的年轻人 就下半身摊掉 很多事物人 对 那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骑摩托车的 那个头部受伤 所以的确就是 一个好的法规 然后大家遵守起来 的确有一点点的麻烦 但是你的一点点的麻烦呢 却节省我们多少 医疗资源 还有你对你的家庭 就能够负责任 对你的人生 就不会说那么的绝望 所以呢 这个都是自我保护 带来的一个好处 所以有时候 其实你利他 真的也没有那么崇高 为什么要利他 因为你才能够利己 你利人才能够利己 对不对 所以那刚才你讲说 你那个马上就 你提出一个概念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说 你是这个图利厂商 我今天有点激动 我就把话放在这里 最慢五年 最长十年 本国一定会把图利罪拿掉 一定要拿掉 一定要拿掉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我一个朋友 有关于跟法规 有相关的事情 卡在市政府八个月 不解释 不处理 不动 为什么 这不能怪公务人员 为什么 因为 怕图利 因为你如果这么严格的 用图利罪 你明明如果他有错 就是收贿 你用收贿罪 可是你用图利罪 图利罪可以操作的空间 太大了 所以呢 台湾的公务人员 马上会变成另外一种嘴脸 对任何人民申请的案件 他一律会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办理 甚至于我夸号 以那种严格到刁难 OK 好 那因为 为什么 你不能怪公务人员 因为公务人员 即使按照规矩形式 他也会担心 被不同党派的政敌 议员或者司法人员 吹毛求疵的态度 来鸡蛋里面挑骨头 进而用图利罪 来法办公务员 那公务员 如果我这个为难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刁难的人民 我顶多被长官议员骂几句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为了方便民众 而勇于认识 勇于承担 敢做决定的话 我却可能会被关进大牢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公务员 你会如何做选择 我们马上可以在各行各业看到 我们跟公家机关往来的时候 速度变慢 对 行政效率变差 所以这个 这个已经 每人间把话放在这里 这个要出事了 我没有骗你 要大家天怒人怨 不知如何是好 然后整个 整个的停滞之后 我们才要来面对这个问题 好不好 真的想说是的公务员 怕 是 是 因为图利不敢服务老百姓 是 好了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也比较激动 希望你今天吃的是麻辣锅 听我们的节目就刚好 好不好 逛马路请小心 再次谢谢李政光 李警官 谢谢 谢谢 谢谢